身为小S过去的男朋友,黄子角在接受媒体访问时,难免被询问对大S闪婚的感想。 黄子角表示,当时与徐家三姐妹一同到韩国出游,的确见证过大S与剧俊叶年轻时的交往。 黄子角回忆当时对剧俊叶的印象,就是外表是个汉子,对人蛮nice的,非常gentleman,高高帅帅的。 韩国演艺圈的大前辈居俊叶,曾经在2018年的实境秀节目《恋爱的滋味》,公开位于首尔汉南洞三房三位域的高级公寓Mvillage,是属于百平权状的豪宅。 可以直接从窗外看到韩国汉江,市价有7000万台币,许多韩国巨星如瑞与金泰西夫妇、宋慧桥李英爱等名人都在此之产。 巨俊叶所开的车是Range Rover Sport车系,在台湾新车市价有数百万元。 巨俊叶除了DJ工作之外,还投入近期热门的NFT市场,复原过去专辑封面推出NFT作品,上周还发行限定版NFT,这方面的发展也颇有斩获。 除此之外,巨俊叶过去曾经在韩国东大门,创办Allen A品牌,还根据自身喜好设立了较为知名。 The Anchor Eboard品牌,主打重机骑士复古时风格服饰与配件,有时会以自己为模特展示自家品牌服装样式,也会时常在社群媒体贴图发表自己组合各家品牌服饰的穿搭造型。 小S在3月15日的公益记者会上,透露自己非常想要与姐夫见面,被记者问到大S与S妈目前的关系。 小S说,子子跟妈妈已经有一起吃过饭,应该两者之间已经OK了。 我妈前几天竟然还有看,库龙以前上节目的影片,称赞库龙他们当年真的很帅耶。 所以小S认为赵木娘与女婿之间的相处已无问题,应该会是完美的Ening。 从剧俊叶日前的IG贴文照片中,显示正在努力恶补中文,桌上摆着中文新攻略书籍,这显示她的中文程度仍只是初级,尚在学习发音、问候语等基本能力而已。 在进入隔离第六天的她,与IG贴出影片为小S的新单曲,《九九惩罚表》打气与鼓励。 巨俊叶展现出温和开朗的态度,以韩文背出《九九惩罚表》,瞬间又吸引一票粉丝观看。 如今IG粉丝人数,已经由原本的2万多人数,激增至12万3千人。 而大S当初在Facebook转发巨俊叶的结婚宣言文章,至3月19日凌晨,已超过20万人按赞。 S妈15日接受媒体专访表示,虽然还是有点生气,但会考虑与巨俊叶见面吃饭。 提到外孙的事情,S妈表示,徐希元的子女一定要在台湾受教育,等小孩将来长大留学才可能长期出国。 小S于15日出席品牌活动时,同样表示大S的儿女还是会选择留在台湾,不可能会去南韩定居。 至于大S与巨俊叶在台湾度过两个月的蜜月之后,接下来的动向,目前众人纷纷做出猜测与议论。 但实际上都无法有一个明确的定论,只能静后将来的时间发展,才能揭晓夫妻之间的相处模式。 毕竟大S当初就住不惯北京了,难道有可能会去首尔居住吗? 那么这几年来,聚俊叶有没有来过台湾?答案是肯定的。 聚俊叶在2018年12月初,曾经飞来台湾担任AI,Night Club DJ工作,顺便与台湾的歌迷见面。 当时的聚俊叶没有留胡子,身形看起来也比较轻瘦。 如今暂时抛下韩国所有的事业,为爱直奔台湾。 使得大S二十多年来,一直没有换过的电话号码为未全民话题。 聚俊叶参加过的实际节目,拍摄了聚俊叶与母亲的居家生活。 只见聚俊叶的妈妈,唠叨着如果再不结婚,小孩上小学的话,聚俊叶都要六十岁了。 而今大S说再婚不会举行艳客仪式,也不会再生小孩,可能会是婆媳之间的难题。 聚俊叶母亲张洛一餐就准备了十二道菜,又念念有词说,到现在还在为儿子挑鱼刺。 不知道此后大S也会愿意为聚俊叶挑鱼刺吗? 而聚俊叶是否也会包虾给大S吃呢? 因为大S曾经说过,如果老公不帮他包虾的话,他宁愿不吃虾子。 看来即使是餐桌上的事情,也是一门大学问。